韩糖饮料税在7月1号 就是在全国呢 就已经正式开跑了 那不知道就是何主编 目前为止你还习惯吗 对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不续甜 那么我平常如果是在咖啡店喝饮料的话 就是喝咖啡这样 我基本上是喝摘咖啡 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以对我个人是不影响 但是我个人不影响 不代表广大的民众是不受影响的 好那韩糖饮料税开跑之后呢 市面上就开始传出说 这个韩糖饮料可能会涨价的消息 那古今咖啡酒餐商工会就指出了 涨不涨价将会有这个业者自己来决定 那如果说有涨价的话 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包装饮料 像是汽水之类的 那至于像是那些冲泡饮料 比方说咖啡 三色奶茶 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手摇饮料呢 就不受影响了 其实你刚才提到说可能占价 我想要纠正一下 不是可能是已经在发生了 比如讲我知道是有一些学校 就是立马就马上调整这个灌装饮料的价格 那么我本身也去这个超市做一个小小的设计 发现平常这个咖啡这个饮料 罐状饮料 它其实是可能说它用一个促销价 以前就是还没有含糖税的时候 它的促销价可能是一块钱 那么现在你再去看的时候 怎么突然间现在是变成一块三十赛呢 那么对我们这些不喝的人 当然是不会感觉到他的痛 但是对那些长期他们 就是把它当成饮料来喝 就平常说 他就觉得怎么就马上就要增加开销了 所以你说如果不起价 我觉得是不可能 这个是迟早的事情的 OK那可能在这个就是咖啡店方面 有没有听到一些消息 就是会 我相信都在酝酿的 大家其实现在的情况 就是大家最好是有人先把头给伸出来 就是他先做一个第一个银头羊 对然后马上就是跟风的 其实我们来看 现在的咖啡店的饮料价格 对我个人来讲 其实是已经是偏高的人 可是你看每一次要调整价钱的时候 大家都有很多的理由成本增加 那么现在这个政府施行这个行糖税 其实又是给他们一个 很就是合理的可以起家的消费者 永远就是这个砧板上的这个鱼肉 任人宰割了 是那卫生部长主席菲利他就说了 我国是亚洲拥有最多糖尿病患者的国家之一 那在过去15年呢 18到35岁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呢 就飙升300% 而且他也警告 到了2025年呢 我国将会有700万人患有这个糖尿病 因此呢 政府就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征税的方式 就是让国人减少饮用这个含糖饮料 那么这个卫生部 它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作为出发点 我觉得这个是要肯定的 这个是一个好事 毕竟你看我们外面的市面上很多糕点 你看就是说所谓的 你看我们的get lapis啊 什么平常的这些蛋糕啊 什么其实都是 sirup 对 都是含糖成分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这对国人的健康其实是非常不利 可是这个我们当要征收这个含糖饮料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不能单单只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看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牵一法动全身的一个措施 那么接下来就是影响到广大的消费者 包括这个商家 尤其是在所谓现在经济这个行情很不好的时候 这个的时候又是这个又一个起家的动作 其实市场上是一片哀嚎声了 对就是苦了老百姓 对那虽然可能我们经常听到说 摄取太多的糖分是对身体不好的 那如果说一个人完全不摄取糖分的话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他就一定非常的健康呢 那也不一定哦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访问过的这个营养师 他的说法就是我们人体是需要这个糖分来工作 那假如说一个人的这个血糖太低的话呢 就会出现头晕的现象 那当然就是总而言之了 还是那个量的问题 那糖分是可以摄取就是不要太多 其实我觉得双赢的局面就是说你这含糖税征收了之后 这个人民真的是对这个糖的这个减少用糖的这个醒觉意识是提高了 你一方面你减少这个这个用糖就是就是续糖的成分 另一方面你也自己提高你的消费意识 如果这个咖啡店它本身呢真的是不合理的起家 那你就从中培养你的消费意识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双赢的局面 对那或许可能我觉得说可以透过这一次就是政府征收这个含糖饮料税呢 我们可以就是作为这个消费者的就是稍微去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更消费意识 对就是少用这个糖就是少饮用这个含糖饮料之类的嘛对不对 好那先回来呢我们还继续的会有新周主编点新闻千万不要走开